五狗我有艾滋病 然后一个蚊子咬我 它吸我的 我也是问这个问题 然后它去咬 它会中吗 有没有可能一个人 before John进那个厕所 他在里面自己来 然后他自己来 碰到那个toilet seat 然后你坐到 然后你有一个屋 那个有穿上的 连记忆也也是蛮快干的啦 你们应该知道吧 我没有给他等到他干过 欢迎回来这一集的 你OK吗 我们收到了很多的试试 很多的comment 很多的鼓励 我们会把这个节目做得更好 今天我们要来 introduce 我们的 国家传染病中心 National HIV Program的副主任 黄建雄医生 我们的honor 为什么你会专门研究HIV 其实当我是医学生的时候 我已经对HIV很感兴趣了 这些东西我们都是 用眼睛看不到的 它们非常非常的小 当它们感染到我们的身体的时候 其实它的那个后果可能会相当严重 所以我觉得 这蛮有兴趣的 所以你一直在寻找HIV 啊 你这样行为有点心 怎么讲 你在研究什么 你在研究它的那个 Cure Cure是一方面啦 可是一大部分我的时间是 花在工作啦 就是说看病人 然后试一试好像要研究一下 我们英文叫Social Behavioural Aspects 就是说为什么人无保护性的性行为或者 因为比较舒服 啊 是吗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我对这个没有很深入的研究 你问我 不够深入 为什么 呃 没有关系我就是很纯粹的跟你讲 比较舒服 你有没有带 没有没有带 哈哈哈哈哈哈 你有没有带 我怎么带 有哦 姚哥有没有带 我老婆有带 我老婆有带 有什么 不准备有身多一个啦 不准备有身多一个啦 I cannot take it 我会准备笑的 That brings me the question 就是 为什么我们 我们的政府不要放一个很像 vending machine of condo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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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吗 我不懂好像有些 parks有卖 那我会放在来大学 你站在那个vending machine 你会买啊 晚上啊 偷偷去啊 哈哈哈哈 不要也是 也是卖水 也是卖汤的 别人从旁边 不知道你买什么 什么话 其实online 现在你用你的那些delivery app 它有包括 都有 因为我每次 order grocery 然后我会scroll到 在这边 然后老婆我都会用 你在National HIV Program里面的 这个副主任的责任 你在里面其实做了多久 专门做什么 因为我会imagine是 每天做些什么东西 所以在National HIV Program 其实我们所做的工作 有几种啦 首先是我们就会非常非常 气密的跟这个 National HIV的合作 就是说他们有的一些 有关于HIV的一些 policies 我们就会给他们 因为我们算是那个 technical advice 我们都是医生 都是科学家 所以我们就以我们的这个知识 还有经验 就是说 第二个呢 我们也做很多 就是说教育 还有 outreach的一些活动 就像这样啦 我们就会把最新 先进最有科学性的那些资讯 给传播给社会 让他们比较好的了解一下 HIV是怎么一回事 第三呢 我们也制作 HIV的研究啦 一些research project 好让我们比较深刻的了解 比如说在我国的 HIV的情况是如何 哪一种对抗 HIV的一些方案是最有效的 因为我们是 是国家的一个 HIV项目对吗 我们并不代表 国家的每一个医院 或者诊所 所以我们就会 design 或者写一些 recommendations 或者概念 好让 就是说别的医生 最有效 最合科技性的一些 医疗方案 去 医治他们的病人 就是这样 这样我很好奇 因为你们有做研究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年轻人 有老人 有阿公阿嬷 所以根据你们的研究 你们的statistics 对吧 %的患者是在哪一边 所以在我国呢 如今我们已经有了 差不多9000个 HIV的病患者 其实不多 所以说1985年到现在 差不多 差不多2000多个 是已经过世了 某种原因已经过世了 所以现在还在生活的 就是6000多个人 我们在我国呢 大多数都是男士 大多数 93% 所以只是70%是女士 风险性最高的一个 就是说年龄层呢 是30到59岁 所以那个30、40、50岁的 这是我们现在的 这一段 是 OK OK 我认为是年轻人 这只是真正的statistics 他们几十倍 真正被感染到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懂 他们是被诊断的时候 很明快 你专门研究HIV这个专科的时候 你身边的人 就有可能你的爸爸妈妈 还是你的亲戚 有没有避讳 其实我就比较幸运 因为我爸爸本身也是医生 所以他对 他对 我也要讲你爸爸 他对科学对医学都有比较深刻的 所以他们已经有研究 他们知道 他们有这种知识 我妈妈跟他说的时候 他起初就有点担心 然后我为什么不去做 心脏专科 这么多专科 脑科之类 当我跟他解释 我要做这一门专科的时候 他们两个都非常支持我 我一直都支持 即使你知道 我觉得也是不一样的 我以前在Daily catch up 试过也是 以前MOSG 我们有拍一个documentary so it's about 一个safe home for people with HIV 因为他们 ostracize嘛对吗 然后要去relax 他们找不到地方 所以有一个community 然后有一个家 所以一个人 让他们用那个 他的shop house的一楼 那是一个很美的lounge来的 给他们来 play guitar还是什么啦 我们就去pilot learn more about HIV 然后我们是要小编的 我们两分账到小编 我已经知道 HIV不是这样子传染了 but the moment you进去 然后我又闻到那个 那个shop house的味道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fuse有点hospital vibe的味道也是 but其实因为他们 sanitize嘛 you know but那个味道就有点scary 然后我要去小编的时候 right 然后我小编 我喜欢坐下来 那天用电话嘛 然后我坐下来 我想 你站住小编 but and我已经知道了 你懂吗 and 我已经have the heart and那个没有 不是一个client job 我们自己要bring awareness to the HIV so that for societal acceptance 意思我们的heart 已经in the right place了 你懂吗 可是我们去到那边 还是会怕 我还是会怕 how much of risk was he in at那个 situation zero risk zero risk zero risk 我承认过了 是个很怕 but that was before 我 met这个doctor ok ok oh ok 为什么 zero risk 为什么会 zero risk 因为一般上 就是说在公共的场所 一般上是不能 传染 HIV的啦 艾滋病病毒的 艾滋病病毒只是在 我们这个身体里面的 某种 液体 比如说 精液啊 血液啊 母乳啊 之类的这些液体 才会有病毒 粪便 粪便没有 除非粪便里面 也是穿着很多这些血啦 而且呢 当那个血或者这个液体 已经在 就是说外面的时候 in the environment 的时候 那病毒其实很快很快 就会死掉啦 很快是一两分钟还是一两天 可以算是几秒钟啦 几秒钟 它不可以 survive room temperature 不可以 而且当那液体一干了过后 病毒也会死掉 有没有可能一个人 before John进那个厕所 等他在里面自己来 等他自己来 他碰到那个 然后你坐到 然后你有一个屋 那个有穿上 可是 他假设 exposed to air 就死了吗 几秒 连经液也是蛮快干的啦 我应该知道吧 我没有 我没有给他等到他干过 我也是没有讲过吧 我们还是会有那种 paranoid啦我觉得 就是心理作用的 还是会避 一定是那个味道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 我也是没有去想 我会想 因为有 risk 我就不会 send 我的 team 了嘛 对嘛 然后我们一进去 那个味道不一样 but obviously 是因为他们 clean 他们消毒啦 所以那个消毒的味道 所以那个消毒的味道 然后就 remember hospital 我就怕到 HMV跟EATS EATS 是那个晚期的吗 对 对 所以 HIV 指的就是 人类免医缺陷病毒 或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当我们被这个病毒给感染到的时候 我们就有了 HIV infection 就有了这个 艾滋病病毒感染了 可是这并不代表我们有 AIDS AIDS 就是一个 A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它的意思就是说 当艾滋病感染到一个人 他没吃药的话 免医系统或者体抗力 继续的开始 一直在 衰坏 到了一个阶段 当他完全不能把 别种病毒 或者别种感染病 给 排除的时候呢 当他开始有了症状 或者他的 那个 CD4的白血细胞 已经是 少过200的话 那种病情 不臭为 AIDS 也算是晚期的 HIV infection 明白 也是有分别的啊 其实我们听到的资讯是 如果你中了 HIV 有可能以后立毒癌滋病 就是你一辈子就完 所以这个是因为科技的进步吗 还是因为很像有你们在做这种programs 然后他们去研究到一些方案 来压制这个东西 一旦一个人被感染到的时候 他就是一辈子都会有这个病毒在身体里面 可是我们服药的这个原因呢 是要把这个用这个药物的这个作用来把病毒给压制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 当我们验血的时候 我们是找不到这个病毒 可是 当我们验这个 AIDS 病的抗体的时候 抗体是我们自己身体所产生的一种东西 抗体一辈子都会阳性 这就代表了我们说 我们不能把这个病毒给消除掉 我们就把 AIDS 病 称为是一种慢性或者是长期性的疾病 Chronic disease 所以一般上当病人来我的诊所的时候 我怎么跟他们解释呢 我跟他们说 我问他们 你爸爸妈妈有没有糖尿病啊 高血压啊 高档固存啊 他们说有的时候我就说 这跟你的这个病情呢 其实没有什么两样 因为都是长期性慢性的疾病 从来都不说 你的高血压被治疗了 你的病毒被治疗了 可是我们就是控制 就用药物来控制它 那当我们把这个 癌痣病的病情给控制好的时候 以药物来控制好的时候 病人本身可能会有一个 非常非常健康的一个生活 他可能跟他在患上的 癌痣病之前的情况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唯一的不同之法就是需要吃药 生命啦 可是如果你说慢性 是不是一个delay process 如果我吃药all the way 是不是something still will happen 我就是谁 如果你是说每天吃药的话 按着医生的配方来一直都吃药 而且 也保持一个 一般人的健康的生活方式 对吗 其实 不是说一个delay 可能他们的 life expectancy 可能会跟 普通人一样 普通人一样 针对艾滋病的药物 其实我们有差不多30多种 那种每天吃的 每天吃的 每天吃的 都是每天吃的 都是每天吃的 没有 有34种不同的药 对 就是说看个人的病人的这个 情况如何 我们就选最适当的这个药物给他 我觉得更常的东西是那个social stigma 所以勒你们不要去ostracize 人 不要去排斥人 因为我身边也是有 有艾滋病的朋友 OK 所以 我现在你讲到了 我想回去 他喝我的水 然后 他喝我的水过后 他拿一个 他拿一个 那个 alcohol wipe 他帮我妈那个 消毒 因此我不懂他有 我讲你在做么 喝一个水而已 你不要这样夸张 他讲 因为我有艾滋病 所以那杯水你还有喝吗 我都有喝 因为我懂 因为我本身 我懂这个 我懂喝水是不会传染的吗 对不对 不会传染的 讲真的你们会吗 我不会 不会我不可以 你们会喝那杯水吗 我会问为什么你wipe啊 我会问啊 我会问啊 如果他讲 我怕你敏感吧 是不会的 我会招呼 因为我们去那个地方 他们也是serve我们的drink 我们也是sharing hands 不会养家是share那个straw but一样 as in saliva不会吗 我也问过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 是有risk的 可是那个risk要 因为他要 他的嘴巴有cut 你不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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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有没有过drwong 对 就是有open wound 然后他的sliva有一点血 然后你喝进去 也是不是重 你的嘴巴里面要有open wound 也是要有 然后那个东西要喝到你的open wound 所以那个oxin是很低的 好像他说的 需要有血液 所以插在唾液里面 而且你吞进去的时候 吞进肚子里面 不会被消化掉 不会被感 一定要接触到 这个血液要遇到刚好伤口 对 比如说五狗我有癌滋病 然后一个蚊子咬我 它吸我的 为什么这个问题 它去咬 它会中吗 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 艾滋病病毒呢 在别种动物 包括昆虫 包括蚊子 的身体里面 是不能 就是说生存下去的 不像denki virus denki virus 是专门在蚊子里面的身体 来做生活的啦 它能在人的身体里面 也包括在蚊子身体里面 生存 所以它就可以传染给别人 嗯 当蚊子叮了一个 患上了艾滋病病毒 你自己给一个 scenario 你要讲人家用 但是你说你是吗 所以 它一旦进了蚊子的身体过后呢 它其实在蚊子的身体里面就死掉了 就停止了 那蚊子会死掉吗 我也是要想 不会 就是那个蚊子不可能会中到艾滋病了 不可以 因为HIV的第一个字是H 是H 是Human 然后 你的职业 你有多长时间自己有HIV 所以我们 不是因为职业的原因需要查的 这是私人的原因 根据我们这个 National HIV Program的 这个HIV Testing Guidelines 我们都非常非常强烈地鼓励人们 就是说假如说他们 有发生过性行为 就是说一辈子有发生过性行为 至少需要做这个一次的艾滋病检验 One in your life 假如说呢 可能是因为 某些性行为的风险性比较高 他们可能就需要比较时常 甚至是按时的 regular的 这个HIV检验 我们男生当兵的时候都有check啊 有啊 啊 before 你 reservice都要 reservice都要check咧 他们有take我blood的咧 reservice有check咧 他就看脸的啦 我们 对啊 我就在看脸 对啊 他不用问我 我们 scdf的嘛 我们回去reservice的时候 他们会take everybody的 然后还有一个briefing 他讲 14天后 如果你收到一个性 maybe a good news maybe a bad news 对啊 我当医生的这些年 我都有看过很多病人 当他们真正被诊断的时候 他的病情其实是比较晚期了 因为其实他们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 一直到他们已经有了症状 已经开始生病的时候 没有办法没有别的选择 需要去看医生呢 医生看了他们就就发觉了 哦 你的病情你的症状可能是因为免系统 起抗力比较衰弱所导致的一些症状 那个时候他们就要做个黑症状 所以早期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症状的 对 所以等症状进来就很像你的 呃 因为 因为我的了解是 如果你做HIV的话 它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免疫系统 对 所以有可能如果你是真的 到了 晚期了 末期的时候 末期的时候 所以他的整个人已经 在一个不好的状态下了 对 那时候吃药还会有用吗 还会有用 哦 所以一般上我会跟我病人说 晚期的艾滋病 跟晚期的癌症 是两回事 一般上当我们说到了晚期 比如说癌症之类 到了晚期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回头路的 就是足路一条 可是HIV呢 不管你是在早期 或者晚期 每个阶段 当你们开始吃药的时候 一般上大多数的病人 都会 恢复正常 这Uno reverse的艾滋病 对 那这样子它的症状 其实有什么 要了解症状是什么呢 我们先要了解 艾滋病对身体里面的作用是什么 所以到艾滋病病毒 侵略在身体里面的时候 它会针对我们免疫系统 之内的其中一种白血细胞 它的英文名叫做CD4T lymphocyte 听口 CD4 所以这个CD4是 简单来说它是一种 supervisor role 在我们的免疫系统之内 当病毒或者病菌 侵略我们的身体的时候 这个CD4会发现到 这个不应该在我身体里面 然后它就会让免疫系统 全部做工 对去做工 然后这个病毒 病菌给消除掉 所以当一个人被艾滋病给感染到的时候 艾滋病的病毒 就会去攻击这个CD4 cells 然后我们的CD4就会比较低 那就代表了整体的免疫系统 也是会跟着比较一起下降的程度 对对对 所以在那个情况下呢 我们就会被一些不同种的 这些病毒病菌 parasite之类给它感染到 那就有的症状呢 就要看是什么种病毒 去感染到我们 很常见的就是说肺炎 或者脑末炎 或者甚至是一些眼睛的病毒感染的问题 这样除了性行为的 还有什么mode of transmission How do you get 一般上这些传播方式呢 都要有血液 或者包含着这个艾滋病病毒的液体 所以不带套的性行为是 在我国是最常见的 风险最高 而且是最常见的一种传播方式 之外呢假如说 女士怀孕的时候 患上了艾滋病 而且没服药的话 孩子有可能就会被感染到 可是怀孕的时候 如果那个女性有吃药 就她传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性 就非常非常非常的低 哇 这就有两个方式吗 没有 也有别的方式 比如说输血的时候 就是说你贫血 你输血的时候 如果那个血液没去做适当的检查 如果血液里面真正有HIV的话 它输入进去 那个人就会感染到艾滋病的风险 就非常非常高 最后一个是 比如说那些有注射吸毒的人 那假如说他们利用 同样的针头 针头 然后他们share 如果一个病人有病毒的话 那你用同样的针头来去擦的话 那也是会做到 那意思是跟DATU一样 DATU DATU会消 DATU会流血吗 有可能 所以在别的国家有过这种 这种案例 对 对 可是在新加坡一般上 DATU artist 都知道应该做消毒 我们在新加坡都蛮desposable 而且没事 我会跟我朋友跟病人说 你去做DATU的时候 你一定要亲眼看到它 从一个新的包装 开除 用那个 针头 针头 你们check 他们有没有用 我make sure的 我觉得 现在人家比较educated 他们懂有些东西 怎样你戴套 你可以prevent 所以我们讲 prevention 我们怎样protect自己 还是prevent自己 besides condoms we cannot besides condoms 是最重要的 所以 我们一直讲 所以 在我国 我们要介绍的一个 prevention strategies 可以 非常容易记得 是ABCD A呢 指的英文是 abstain from casual sex 不要 不要乱乱 B呢 就是be faithful to your partner 假如说真的有一个 伴侣的话 就要对他们有些 这个是life advice也是 life advice OK C就是 Condom 不只是condom 是correct and consistent use of condoms 哇 correct and consistent use of condoms 有incorrect的use 所以我要问咯 什么是incorrect的use 假如说 放开你这个头 ok 你要戴condom 你才去 你要戴这边的自己 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吗 incorrect 有啊 所以有些人他们买 安全套的时候 可能他们是 不太了解他们 本身的尺寸是多的 哦 所以假如说安全套 太大或者太小 套上呢 它的fit不是太好的话 它有可能就 掉掉了 可是我们买了有分 骰金有分 有分有分 你有normal跟XL的 那Ego 你每次买什么XL 我还normal 身体败不代表大力肥 身体败XL 不代表现在败XL 有时候是很长的 可是一般在里面 你收下来 你收下来还会出来了 Eba It's true 还有一个D D D is early detection 就是说 当你知道自己 比较了解自己的风险性的话 那就要比较时常 比较暗时的去做一些 艾滋病检查 那次我叫我老婆去check 有个人是讲说 没有 你看你不点笑 不是你去check 还要叫你老婆去check 你要一起去bodycheck 那边check 等一下有个人排血 没有吗 你block test不代表 你要跟人家讲说 我block test不代表 You can take a number test 其实在新加坡 我们有十个地方 可以去做一个匿名的 艾滋病检查 就是说不需要给你 任何的私人信息 然后只是需要付钱 然后他们会做一个 快速的艾滋病检验 在二十分钟之内就可以知道 我还是要下去 还是要下去 有这可能 你不下去 你怎么会跟你做几次 你自己对blind 你看 马亦斗跟Ryan坐在那边 我们会参加坡 有时候耍衰 为什么 how does this work 你没有拿那个particulus 所以当你去报名的时候 他们会 就会给你一个 好像 random number 就是说1235 所以他们就会利用 那个号码 来address你 address你 其实当我们要谈 prevention的时候 除了ABCD之外 其实我们有 避免 传播艾滋病的病毒 这些方案 第一个呢 就是说 我们所谓的暴露前 pre-exposure prophylaxis 就是说 当你发生性行为之前 服用一些 HIV的药物 其实就可以避免 这个HIV 被传播 会感染到身体 有这种东西啊 有有 一些新技术 相当新进的 你服用这个 再用套 就是几乎0 几乎0 几乎0 另外一个方法呢 就是说 当 艾滋病病患者 被诊断了他们之后呢 我们就 立刻开始给他们吃药 因为你记得我们刚才说的 当我们服药的时候 这个药物就会帮助 压制那个病毒 甚至就是在 检验不到的载量以下 那个时候呢 几乎是没有 机会 传播这个病毒给别人 包括性伴侣 所以 带套的原因呢 除了 避免这个 艾滋病的传播之外呢 它也能保护你 从别种性传染病 包括 灵病啦 医元体病啦 瓶毒病啦 之类 吃的这个 暴露前的 这个艾滋病的 只是HIV 哦 所以如果 另外一个人 有那种 Fungi infection 对 吃的这个药 没有有 Fungal 那你还是会中啦 对 哦 那是带套啦 你们 OK 有没有那种 很像 Covid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是 self test 然后 HIV有没有这种 test kit 去年 就开始了一个 小的 pilot program for HIV 自我检验 所以如果你去 DSC clinic 这个国家 性传染病 扣置性传染病 的那个clinic 格兰丹内那边 或者你去 Action for AIDS 新加坡 艾滋病行动小组 的 这些检验的 那些场所的话 你可以其实 到了那边 付钱还 拿到一个 自我检验的 一个test kit 它跟我们做 COVID的test kit 其实非常 similar similar啦 相信 是利用唾液来检验的 然后也是在 20分钟之内 就可以拿到报告 OK 我帮他们问一下 如果他们真的 去拿那个 HIV的self test kit test kit 它真的positive OK What are the next step 如果它真的positive 其实在那个self test kit 的那个包装之内 我们已经给了 准备好了 所以我们就说 如果你的那个 自我检验是真的是 阳性的话 那就立刻下去 either DSE clinic 或者那个 艾滋病行动小组 让我们重复一下 一个血液的一个检查 假如说两个都是 阳性的话呢 那我们就会介绍你 鼓励你去看医生啦 尽快的开始给他们 最适当的医疗方法 所以还是要去本身 去哪里拿那个test kit 都可以讲说 online click 然后你们mail过来 totally anonymous的 完全是不用下去露脸 你要记得 我们现在只是在 开始这种自我检验的一个 阶段 比较严重的一些 consequences 我们就要确定 当我们真正把这种 自我检验的方法 给roll out的时候 我们已经把它 做了一个很好的 一个test run 一个彩排 我们要知道 哪一种购买这种 test kit 的方法 是最适当的 而且要把convenience 方便还有匿名性 也要看一下安全性 是如何 这样我们testing的时候 就是这样如果我现在suspect了 我就马上去test mat 还是什么 那就要看你是几十 你怀疑你是几十倍 有暴露的 exposure 对吗 假如说你是 昨天刚刚有了个性行为 而且可能是忘记了戴套的话 你今天去做检验 其实是没有用的 因为当我们做这个HIV的检验的时候 我们所查出的 并不是那个病毒 而是我们身体本身所产生的 病毒的抗体antibody 所以从暴露过后的两到四个礼拜过后 如果拿到一个阴性的报告 我们才能很有信心的说 跟你讲你安全了 对 OK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test positive 的话 我们就要下去那个国家传染病中心那边了 如果我test 如果我test negative 的话就不用管了 就ABCD 了 你就要ABCD 了 所以当你如果那个 等一下 我想识他们 ABCD 讲多一次 A A A B B A correct and consistent use of condom D D Early detection 对 他不能有在顶的 他讲英文如果讲坏就要了 对 我要triculate 很难 如果真的是拿到一个阴性的报告的话 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说 maintain negative to stay negative 那stay negative 就是采取这些 保护措施啦 好像我们刚才说的 如果 也包括了别种措施 好像我们刚才说的 pre-exposure prophylaxis 或者暴露前的这些 HIV 的药物 我会imagine就是 阴性反应的 的那群人当中 他们会去test 有可能是因为 他们自己懂他们自己 的行为 有可能有时候 他在test那个限制了 所以 那一群人还是 那一些行为 是高风险的 当我们谈高风险行为之前 我们就要了解 凡是有发生过性行为的人 都有一个可能性 被传染到 几乎每个人 对 为什么我刚才说的说 凡是有发生过性行为 在一辈子之内 至少要做一次的HIV test 可是那些 行为 比较高风险性的呢 就需要做 比较时常的检验 那高风险性的行为 就包括 比如说 有非常多的性伴侣 或者呢 可能是 不能每次都用套 inconsistent use of condoms 也包括那些 可能是 有接触到 那些sex workers 尤其是 如果他们 跟性 新工作的人 没带套 发生性行为的话 那也包括了 可能是那些有注射吸毒的人 这些就算是 比较高风险性的一些性行为 当我们在诊所里面 遇到一个可能是有 患上了一些别种性传染病的 比如说他们有症状 那我们检查的时候 发生到 这是 抑原体病啊 或者是 梅毒病啊 我们也是会 同样的时间 鼓励他们做一个 HIV test 因为我们知道 这全部都是性传染 性行为所传播的一些病情 所以当我们发现了 有一个 我们就check the other one so 我今天聊了这样多 我有几个key takeaway 我觉得啦 就是 就是不要乱来 然后待到咯 然后去check up咯 总的来讲 HIV啊 不分国籍啊 年龄啊 种族啊 什么都没有分 只要你有过性行为 你就有风险 所以你们要check 要protect自己 听我们刚才讲的东西 感谢今天 brought to you by 我们的全国艾滋病项目 还有 国家传染病中心 衡保健促进局 带来的 这个 还有感谢Dr.Wall 谢谢我们的黄医生 谢谢他多时间 出来跟我们分享 所以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节目 你OK吗 记得留言 subscribe 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Bye